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 在选前仍然是蓝绿交锋议题 民进党定调29号要发起护国宝台 下架吴思怀之夜活动 而且林非凡还痛批吴思怀 口口声声说要捍卫中华民国 实际却在听习近平训话高唱中共的国歌 心中早已没有中华民国 但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反呛 民进党又在选前大卖芒果干 唤醒民众的恐惧 换上深绿色帽T战袍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一字排开 宣布29号将发起护国宝台 下架吴思怀之夜 国民党不断强调说 这个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如果吴思怀在国会里面 台湾要如何安全 他在习近平的演讲场合 听着这个习近平的训话的那一刻起 跟着大家一起唱国歌所作所为 让我看起来不是一个 要为中华民国粉身碎骨的人 而是要让中华民国粉身碎骨 国民党下架吴思怀 对民进党的选情不是好事 可是它是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国民党 倾听民意跟上社会的脚步 轮番批评名列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的候选人吴思怀 亲中立场太鲜明 绿营积极捍卫主权 但国民党却认为 这只是选前出招 拉高反中氛围 民进党就一再的利用仇中反中 然后散发芒果干 来唤起民众的一些恐惧 去年一二四 民进党之所以大败 就是大家讨厌民进党 八分之一的年轻人没有工作 我也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觉醒 选举倒数 绿营发动反红三部曲 难以唤醒讨厌民进党突围 就看选民如何评断 记者送不到